过了今天晚上 油价季间进入90元代了 今天呢 都是排队加油 因为过了今天晚上这个油价就上涨了 要到9块多了 太恐怖了 已经到了9元时代了 以前8元时代的时候都感觉加不起油 现在一下子突破了9块钱 你看我上次加满了一箱油 现在今天是加了220块钱 跑了260公里 也就是说 一公里8毛5那么现在的话到了9块钱 一公里 最少要1块钱了 然后它一涨是两手效应的 并不是说光油价上涨 它煤气也在上涨 我们这边冲一个夜外器的煤气一瓶已经到了145了 我听很多网友说他们那边有成也到160 170了 这个价格 已经是历史最高了 以前最贵的时候我冲过125块钱一瓶了 目前来说今年是特别的贵 今天真的行情不太好 到处疫情的情况下 火也少 很多事物都还没开工 有些人一个月才做几百块钱 今年的形势肯定会难一点的 但是也别花 阳光总在封以后 既然强南症咱们就省着点花 是吧 如果实在顶不下去 你也可以来问问我 我就会告诉你 我没钱的时候是怎么过的 itan这个人都会吵样子 honestly会找些人 zers 这个人都会満了 他们都没 impose 请绣内